在休斯顿看到的日泉石 美国德州又火了 早在几天前就有很多其他的州涌入 为的仅仅是看一次20年一遇的日泉石 德州是其中一个最佳观测点 也就是在今天美国时间4月8号 我们家也不例外 早早就准备好了观测日泉石的专用眼镜 你无法想象北美民众对这个日泉石的热情有多高 用魔镇两个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有很多公司也有发邮件提醒员工 出过今天只能再等20年 还有很多网友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都已经放假了 有的学校是让学生在家里上网课 还有没放假的也会提前放学 目前德州只要可以观察到日泉石的地方 例如达拉斯奥斯丁附近 很多酒店都已经爆满了 还有人专门在今天举行婚礼呢 不光是酒店住宿爆满 婚礼场地也是一味难求 除了很多酒店入住的时候 会专门送一副看日泉石的墨镜 另外还有很多快餐店都推出了日泉石应景周边 像什么披萨呀甜甜圈 还有饼干冰沙等等各种零食 都加入了日泉石元素 就一个日泉石让美国人大范围地动起来 美国CNN新闻报道说就因为这个日泉石全美整体经济效益 可达到60亿美元 还有网友说朋友专门从纽约飞到德州 德州已经是人满为患 还有人一家人都请假了 专门开车到德州的达拉斯去看日泉石 目前奥斯丁已经无车可租了 有些酒店价格翻了好几倍 这是真的都疯了吧 还有人表示提前一个月就想订票了 发现汽车火车全美了 而且当天的宾馆要800美元一天 快看这个更夸张 因为之前估计说的是德州去年的日泉石吧 他在路上堵了10个小时 这次呢提前五个月就把酒店订好了 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 这个说同事一年前就订好了一家人从西雅图到达拉斯的机票 孩子请假也要看 不然下次就看不到了 确实如果家长今年有五六十岁了 下次日泉石的时候就要差不多七八十了 能不能看到还真不好说 美国这边的新闻在前几天就看到有提示大家 看日泉石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当月亮把太阳完全遮住了 天突然暗下来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我还清楚的记得上次看日泉的时候 我还是在上小学呢 那个年代条件不好 老师让我们把家里的照片的那个底片拿到学校 如果没有 就到学校老师会发一个涂上墨水的玻璃片 当太阳被遮住的时候 大白天就真的突然全黑了 全校的孩子们都沸腾了 那个场面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感受一下 特意找找就准备好了专门看日泉石的眼镜 这是今天我们在休斯顿看到的日泉石 因为只有93.4度稍微偏一点吧 月亮没有完全遮住 而且云比较多 妈妈哇塞 我看到了太阳慢慢变成月亮 太阳并没有变成月亮 只是被月亮挡住了一大部分 只露出来了一点点像月牙的形状而已 圆圆的太阳变成了弯弯的太阳 老师说下一次看 就要等我们28岁了